将相同的概念粒子 与相同的速度 分别测入两个均匀的磁场 做圆周运动 你对于运动兼合 碰到磁场就要很敏感的 就知道有什么 实力了 而且又做圆周运动 就表示你的速度会跟磁场是什么 垂直的 假设假粒子进入的磁场是B 以粒子进入的磁场是2B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以粒子所说的磁力的量值 就是大小为假粒子 磁力的两倍 对不对 人家一问到你磁力 老师你老师跟你讲的 有关的就是什么呢 第一个 粒的基本定义 这样讲到粒嘛 粒的基本定义 刘正讲的 动量电话处理时间 第二个 磁力的基本性质 对不对 磁力是怎么样 电流遇到磁 就会有磁力 而且质值是什么 磁力的质值是什么 I粒子 Clos V 或者就是假如运动电话 就会等什么 QV Clos V 好 这样讲完以后 不是说这里就 一定会解得出来 要看它给你的条件 再解不出来 就用定律了 什么定律 流遇运动定律 或者功能定律 懂不懂意思 好 所以在这里 其实很简单 这里很简单的 我刚刚讲的 人家问你这个词力 最基本 你会先讲到 刚刚讲的 I怎么样 DL Clos V 或者 假如你是运动电荷 你会得到 这个是什么 QV Clos V OK 好 那因为它我刚刚讲的 它是什么 圆座运动 所以这个 Clos 夹角速度 跟磁场 就会是什么 垂直的 所以这个系列 就会是 90度 所以它问你 这个力量 两个的比 乙跟甲的比 好 就是他们的 QVV的比 可是他也讲 Q带电相同 两个相同的 而且速度也相同 所以Q跟V是相同的 只是乙的词场 是2V 假的词场是 V 就怎么样 所以 多少 2比1 很简单吧 好 等一下你做第二题 就知道 简单的不得了 但是你没有念的人 还是送分给他 所以都是猜的 第二题 问你 以利子的重能 是假利子 重能的几倍 重能怎么算 你想想 人家问到你重能 你的思考 解决方式怎么讲 第一个 重能的基本特性 什么叫重能 就是因为速度 而具有 对别人产生影响 的能力 那经由推导 知道是 我们进行 2分之1的 MV平花 或者 最多有 2M分之P平花 但是假如这 条件不够 算不出来 重能还有什么算法 是不是 他的定律 定理 功能定理嘛 看别人对他做了多少工给他 就是可能造成他原本没有动能 被你有动能 或者防过 什么意思 好 所以其实我说这很简单 怎么很简单 我直接用最基本的 二分之一 最熟悉的 同学最熟悉的 而且我不知道他在问什么 因为他有些 告诉我 相同的例子 而且速度相同 相同的例子 速度相同 文理动能怎么样 就修相同了 对不对 这有什么困难的 怎么会的 所以V选项里面 有些同学可能为了这个 还想说是不是有陷阱 要想得复杂 你再怎么想得复杂 就是那两大方向 怎么会的意思 吸血下 以粒子 旋转的频率为假粒子 旋转的频率了两倍 老师你没有讲过旋转频率 比方说这样就没有讲了 怎么叫做旋转频率 就是怎么样 每秒钟绕几圈 对不对 那假如是等速度温度 你一圈绕几秒 一圈绕 你一圈绕的时间是0.2秒 那你一秒就到几圈 是不是就反过来了 频率就是这样的意思 是不是等于周期分之一 懂意思 所以你的频率的比 你的频率比 就会等于你周期 你是1比讲 那是不是等于周期的夹比 好 那接下来 然后跟你讲了 运动建设在时长 说假如做运动运动的时候 周期怎么样 你只要忘记了 你就要从牛顿电动电影域 QVV等于MXV 或R omega 等于去求出那个T 有没有听到 好没有 你假如刚好有记住 P就等QV分之2π 所以你发现这件事情 两个条件结果里面 是不是就V不同而已 对不对 所以你的T又跟V成反比 所以你的这个频率的比 就把他在时长 针对时长 又再把他反过来 这变成以假又反回来 又是以假 对不对 那你的时长是多少 你的时长是多少 这个2B 假的时长是B 所以2比1 好 第一选项 以粒子的回转半径 是假粒子的回转半径 两倍 对不对 那问你一样的啊 回转半径 回转半径 假如运动建设在时长中 做等速率员追用 它的回反半径怎么样 QV分之2πM 原本是MV 对不起2π是周旧 QV分之MV 好QV分之MV 对不起 背的讲了就弄错了 这是刚刚的 那你这个 假如你会发现 你在考试的时候 背的可能会忘记 或有不清楚 那怎么办 只好就是牛顿DN定律 再加推一下 最老是不困难的 我觉得你们一定要练习一下 总共是练习一下 免得自己真的是很多要考的 要记的 忘记的 牛顿运动电律 这个电律要很熟悉 好 至少你磁力要知道 你就会推了 所以从这里 就可以知道 我的R 你看一样 这些都相同 他说质量速度 这些就都一样 所以你的R呢 就会跟你的怎么样 一样V乘管比 以比 这个会跟你的V 就是以管比哦 以比甲 就会变成甲语 所以就是1比2 好 以粒子对它中心的角动量比 跟甲粒子对中心的角动量比 它角动量一样嘛 人家问你什么角动量 角动量基本定义嘛 角动量是什么 这边描述一个物理转动运动的状态 对不对 是不是 它转动物理运动的状态怎么样 会等于它的数学关系是会跟R 是Close P 它假如圆周运动 直点住圆周运动的话 那 或钢铁一个固定点的一个圆周运动的话 会 又可以等于 I Omega嘛 是不是 那你从哪里来算呢 你要从哪里来算 你其实这个也都可以去算嘛 但是我觉得这边比较快了 因为你就是R P 对不对 然后这个又是Close 又是什么 是不是90度 这起来是90度 所以 所以就MV相同嘛 所以直接就跟什么 是半径R 乘正比 R 刚刚有算过了 是不是 所以你的 I的角动量 跟钾的角动量比 就跟你的R的 I的 跟钾的半径比 那利用刚刚的结果 你就可以再过来 就会得到1比2 OK 这样有没有问题